低调了这么多年的陈好 因为职称问题又火了 6月21日 有网友发现 陈好在中央戏剧学院 被评为正高教授 但是在任教八年之内 却没有发布过任何学术论文 硕士论文的重复率高达22.75% 因此有网友对陈好的正高级教授职称 发出质疑 中央戏剧学院也很快做出了反应 官网中 陈好的名字已经从教授一栏 挪到了国家一级演员之中 而陈好工作室也发出声明 声称陈好从未参加过资格平定 学校官网发现失误后 已经第一时间修正 但是对于中系这样一个高等学府 这样明显的失误为何能存在许久 之前北电翟天林一句不知之网 引爆了学术造假的潜规则 如今陈好教授职位再引争议 陈好的本科与硕士均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 演艺事业走的也是非常的顺畅 可以说出道即巅峰 他当年饰演的万人迷至今还让人印象深刻 饰演万人迷时 陈好才刚刚22岁 细数陈好的经历 他一直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高三时就客串了 由冯拱江山主演的电影《埋伏》 大学时更是一连收到了 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当时陈好父亲的朋友 腾如俊是中系的老师 他建议陈好到中系来学习 陈好从静校开始就属于学校的风云任务 大二时出演电影 大三时担任主持人 2003年毕业两年的陈好出演《粉红女郎》 而火遍了大江南北 也是这一年 陈好在聚会中认识了银行家刘海峰 刘海峰对陈好一见钟情 但是喜欢陈好的也不止他一人 据说当时还有一位商人 也对陈好非常看好 陈好的成天娱乐公司 旗下只有他一个人 仿佛就是专门为他准备的 不过最终 还是刘海峰抱得了美人归 那时的陈好名气正盛 但是与刘海峰结婚后 他却甘愿淡出荧幕 2009年两人结婚后 陈好就告别了娱乐圈 等人们在等到他的消息时 他已经考上了中系的研究生 并且先后迎来了两个孩子 在中系毕业后 陈好低调留校任教 成为中系的老师 不少中系的考场上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这次因为职称问题 陈好再次被刷上了热搜 毕竟这两年 因为翟天玲 网友们对演员的学历问题 尤为重视 不过不少网友 在质疑陈好任职期间 并未发表论文时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陈好作为一个优秀的演员 曾经获得大奖无数 给观众们带来了好的作品 虽然评不上教授 但是在中系当老师 还是绰绰有余的 而且从任教以来 陈好就一直比较低调 陈好的每个月工资 只有一万块 做自己的工作 拿自己的工资 并没有因为职称 而去获取其他利益 其实明星担任高校的教授 这些事已经屡见不鲜了 当年何炯因为举报 吃空想 而被请辞的事件 金星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过 金老师 您对名人在高校挂名 这个现象怎么看 哎呦喂 现在的大学里 挂名的明星可多了去了 干嘛非揪这个何炯不放啊 其实不光大学 很多文艺院团也是一样的呀 对吧 那个国际张张子怡 还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呢 到现在您见过他演过哪部话剧了 比起陈好 何炯被人举报的这件事 在当时也引发了热议 2015年 何炯被北外副教授乔木举报 乔木在文中声称 何炯在北外有教职工的编制 很多年没有到学校上过班 但是依然可以领取工资 何炯作为鱼圈老大哥 主持人的扛把子 一直都以老好人和高学历的形象 立足于娱乐圈 他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高材生 在外也一直以何老师著称 在被乔木举报后 有人相信 有人存疑 事情越闹越大 随后北外发布声明 何炯在毕业后 就留校任职辅导员 编制和人事关系都在学校 但其实 主要担任的是校友会的职务 主要担任的是文化宣传工作 作为一个明星主持 何炯确实担得起这个责任 毕竟以何炯的工作忙碌程度 回校继续担任辅导员 教课不现实 为学校的发展 做对外宣传和拉赞助 无疑是何炯 能为母校做的最多的一件事 在北外解释过后 何炯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表示 自己从1997年 毕业留校到今天 对于学校安排的工作 都积极配合 努力做好 而且 自己从2007年开始 工资都是返还给学校的 最终这件事 以何炯在北外辞职而告终 尽管事情告一段落 但是关于这件事情引发的争议 却在网上引起了热力的讨论 明星全职 活跃在娱乐界 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为什么还要保留高校编制 其实这就像是金星说的 在大学里 挂名的多了去了 怎么就揪着何炯不放呢 很多文艺院团也是一样的 郭敬明大学时毕不了业 大学死活不发毕业证 但是后来 郭敬明火了 学校不仅给他补发了毕业证 而且还让他当了客座导师 比起有编制的教授们 这些客座和挂名教授更为普遍 只要能力服众 观众们自然也挑不出毛病 就比如成龙 成龙在2004年 担任北大影视编导课程的 特座教授一年 刘欢在对外经贸大学 教书20年 讲音乐史 每次课堂学生都爆满 黄磊在母校北殿留校任教 也尽心尽力 张铁灵曾经受聘为 济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就连主持人董青 也曾被自己的母校 华东师范大学 外聘为教授 2017年 董青被华东师范大学 聘为兼职教授 这一消息 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关于明星 到底有没有资格 在高校担任教授的问题 又引发了讨论 董青在91年 考入浙江艺术学院 之后被分配到了话剧团工作 误打误撞 他进入了浙江电视台工作 在工作中 董青也不忘提升自己 94年跳槽到上海电视台后 董青就开始了自己的自学之路 他先是去上海戏剧学院 读完了本科 随后又靠着自己的努力 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系 最后还回到了上系 读了艺术硕士 2000年之后 董青进入央视工作 连续8年获得优秀主持人奖 作为央视当之无愧的一姐 2016年 董青主持的诗词大会 简直是刷爆网络 在节目中的董青 妙语莲珠 给观众展现了 极其深厚的文化素养 因此 他富有诗书 气字华的形象 也深入人心 2017年 董青自制的朗读者节目 让他斩获了各项大奖 星光奖 白玉兰奖 董青的奖项拿到手软 他在朗读者节目中的导论 甚至成了高考出题的参考 如今 董青的成长经历 也成了各大高校的优秀案例 曾经就有播音系的校友爆料 老师在课堂上 会将董青作为榜样 来让大家学习 而且不仅是播音系 就连中文系 也经常有老师在夸董青 2017年 董青带着自己的朗读者节目 回到母校演讲 同时 他被聘为华师大的兼职教师 主要负责 新闻传播学方面的人才培养 以董青的成就来说 他担任这个教授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而且高校聘用名人教授 一方面是看中对方的能力 更多的也是看中对方的名人效应 陈好的职称事件 又让这个问题被抛到名面上来 不知道观众们 对于明星担任教授 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我希望阳 fate的这里 可以让我选择